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 圣诞快乐 也就是Merry Christmas这个单词 逐渐地从大众的誓言里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 这无论从外面的广告 还是在电视的节目里 都很少看到圣诞快乐这一个词 在上个星期 我看到谷歌的页面 改成了圣诞节的样式 原本我是挺开心的 但当我点击这一个logo之后 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介绍圣诞节的页面里 有很多关于各地人 如何庆祝圣诞节的习俗 但竟然没有任何 关于耶稣降生的消息 好像圣诞节和耶稣 完全没有关系一样 之后我就向有关的网站 提起了投诉 估计是因为投诉的人很多 从本周开始 他们在圣诞节的意义中 加入了一行 关于耶稣诞生的解释 但从这几个现象中 可以看出 即便是以基督教为根基的北美 大众的信仰 都在慢慢地走向没落 这很像旧约时期的犹太人 虽然他们以上帝立国 但随着他们对上帝信心的冷漠 越来越偏离自己的信仰 以至于连自己的弥赛亚都没有认出来 即便东方的博士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 新生王即将诞生 他们也知道新生王将要诞生的地点 但他们始终无动于衷 竟然还想要杀了他 从这一点就预示着 他们之后也会白白地错过自己的救主 甚至要把他杀害 而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出了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圣诞节问候他人 或者在外面过沟的时候 有没有刻意地回避耶稣呢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出了问题 还是很乐意和他人分享 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呢 圣诞节如果没有了耶稣 那剩下的不过是在寒冷冬天里 一刻平常的夜晚 和一群被商家利用 用来赚钱工具的人罢了